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啊 他刚才只求上市嘛 甚至到美国上市 那如果碰到困难 他可能就跟美国合作了 如果被打压 那就认了嘛 华为刚好完全都不是这样 这个公司从来没有寻求过上市 更不要说到美国上市 或者说他要赚美元啊 或者说他要引入美国的股东啊 从来都没有啊 你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吗 他就专研技术 每年投入大量的研发 那因为他没有上市嘛 所以把赚的钱回归给他的员工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 奥股科技为本 然后员工为本这样的思考啊 因为很多人都说他的兵法 是跟毛泽东有点类似啊 我刚有讲到农村包围城市 他的策略就是 全球南方包围北方 第三世界包围先进国家嘛 不是吗 而且他打持久战 碰到压力的时候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个都是毛泽东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逻辑都是一样 那只是说 他把它展现在科技领域了